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麻煩你順暴 剛才我聽到應該有三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講我的政治取態 我一直支持三十五家的理念 目標一致要政府回應民意和五大訴求 三十五家我都講了一點 我覺得是有這個bucking power 有什麼條件去迫使政府大力推行民生議題行先 我一早已經跟三十五家很多的朋友有聯繫 而我是工程界的民主派代表 而剛才第二個問題就是 在我們界別裏面現在有三位 包括我在內 羅惠國是建制派 而又是程明達 程先生 我在三十五家的協調 一直做了半年 我從來都沒有得識過程先生有意參選 直至上星期才得知 而在協調機制裏面 從來都沒有出現過 我重申我是工程界唯一的民主派代表 謝謝你 第一個問題就是現在的立法會機制 我覺得是有問題的 而有一個問題就是 譬如現在工程界的代表 駱惠國 他很多時候都是告別當選 以及入到議會 因為他是建制派佔了議會的大多數 很多的具爭議性的議案 都是會盲目舉手通過 萬撐政府的 這個是在議會看到 大家都會看到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所以我是會支持三十五家做一個制衡 令到我們的議會可以回復專業理性 亦都可以偏重民生的議題先 這個是第一 是回應你議會的功能 我覺得仍然是存在的 但是我是要出來打破它 第二就是 剛才說到 不好意思 是現任議員 是嗎 還是 剛才業界 剛才我的宣言也提及到 我是會親手投這一票 去令到功能組別這個議席會取消 因為我一直都是秉承立法會的理念 以及基本法的理念 裡面是很清楚說了陸續落實雙普選 而落實雙普選這個理念 這個弘元也是取消功能組別其中一個最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我是完全贊成取消功能組別的 而第三就是說到取消 否決財政預算案 相信很多人都很關心的 而我的看法就是 工程師一直都是用科學理性專業的態度去看每一件事物 而財政預算案 我亦都是亦然一樣 我對於每一件事物 我都應該要通過專業分析的一些理性的考慮 才去作出決定 所以在財政預算案未出現的時候 我在這一刻不能夠去答你的問題 多謝 務陈可以考慮 都準備好 還有一件事物 請坐 請坐